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47回 十余杖的大洞 并还在飞快的扩散当中 而白雾纷纷的冰箫瓦解 整个禁制竟然被含里着区区的一颗火球 就举手之间破除掉了 白雾一去啊 下方的一切渐渐的显现而出 一片片楼台隔雨 竟密密麻麻的遍布下方 昔年新如荫修建的竹楼却完全不见了 含里见此呢脸色一沉 但是他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自然立刻就将此间所有的修士都惊动了 瞬间就发现了高空中悬浮不动的含里二人 顿时啊十几名修士 立刻是玉器航空飞起啊 直奔寒礼而来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从下方一处山壁中 默然传出 是哪位高人驾领我们话语门呢 在下观青有谁远迎了 随着此声话落呀 一道红光从山壁上一闪射出 竟然抢在了下方驻击其修士前面 瞬间呢到了含里面前 灵光一脸献出了一名一身如山的中年修士 这正是含里感应到的一名 杰丹其修士 而从下方最高的一个阁楼的顶端 也同时的飞出另一团黄光 顿速也丝毫不慢 闪了几闪之后呢 紧随红光的到了跟前 却是一名手大脚粗的黑肤老者 身材却异常的魁梧 这自然是另一名杰丹修士 这个时候那些筑基其修士 才飞到了附近 待在二人身后是肃穆异常啊 一副以儒生和老者为马首是瞻的样子 话语门 没听说过呀 新开派的宗门吗 杭丽眉梢一动淡淡的说道 身上漠然的放出了惊人的灵压 一股冲天的气势 一下子朝对面两个人压去 儒生和老者一惊啊 随即面色大变的身形连退竖步 这才重新举住了脚步 远鹰修士 儒生刹那之间失声的叫道 前辈是后期的大修士 黑佛老者神念啊 往寒厉身上一扫 脸上却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更加骇然的叫道 他倒是神念够强 一眼就看出了没有掩饰之意的寒厉的修为 自然是大惊失色起来呀 原因后期修士 儒生呢 同样也吓了一跳 也同样的用神念扫了过去 寒厉则双手倒背 面无表情的打量这两个人 当儒生神念也扫过之后 脸色也绝对不比那老者好到哪里去 当即呢 这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几乎同时上前是身识一礼 然后老者恭敬异常的说道 万辈参见前辈 本门是新晋才开派的宗门 不知道前辈驾临本门可有什么吩咐吗 只要前辈有令 本门一定会尽力去做的 儒生呢也同样的面露恭敬表情 面对一位举手投足 就可将他们满门灭杀的大修士 这两个人呢实在是心惊胆颤啊 大为的忐忑 这毕竟 韩力刚才破掉禁忌的举动 实在不是什么很好的预兆啊 而后边的那群筑机器修士 见自己的师父师伯突然变得这个模样 再听到原英后期修士等言语 也是一阵的骚动啊 也是人人都变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均都露出了战战兢兢的神色 毕竟啊 原英后期修士 对他们这些低阶修士来说 那几乎就是人界的极限 也是人人都做梦想修炼到的境界 既然是新开派宗门 那应该有一名原英修士了 你们的师父在什么地方啊 啊 韩力扫了一眼中修士 冷声的问道 啊 家师黄药真人 一个月前已经出门访友去了 现在宗门是我二人执掌 老者硬着头皮回答 不在 那也无所谓 你们什么时候搬到此地来的呀 原来住在这里的人呢 韩力目光闪动了几下 忽然问道 呃 这 本门是七十年前搬来的 那至于原来住在这里的人 老者文言一呆 却不禁的望了儒生一眼 儒生听到韩力此问 同样的大感愕然呢 但马上头也不回的大喊了一声 奉智 你过来 前辈有话问你 随着此话音刚落呀 那群助机器修士刷的一下子 目光全都落在了他们中的一个人身上 一名六十一岁 面容儒雅的老者 而这名叫奉智的修士 此刻也是一脸的吃惊的表情 师尊在叫我 这名叫奉智的老者迟疑的问了一句 生怕自己听错了 叫你过来 犹豫什么 这位前辈有事情要问你 你原来不是居住在此地的吗 儒生却生怕自己的这位徒弟行动迟缓 惹得韩力不快 口气呢 漠然的严厉了起来 是 弟子 这就过来 确定自己并没有听错之后 这位助机器老者呢 只能是硬着头皮飞了过去 来到了儒生的旁边 你原来居住在什么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吗 杭力的目光 在奉智身上扫了几眼 神色一动 缓缓地问道 启禀前辈 晚辈在入门之前 的确祖居此地呀 助机器老者谨慎地回答 一点不敢隐瞒呢 哦 祖居此地 你是如何助机的呀 韩力点了点头 随后大出人意料地 问出了一句 让所有的人都一愣地话了 晚辈是家母西年 遇到的一位前辈高人 赠送了一枚助机单 这才得以顺利助机的 奉智心中奇怪 但是嘴里边急忙回答 这么说 你就是小梅的后人了吧 韩力的神色略微地缓和了下来 小梅 这 前辈说的 莫非是在下外祖母 难道 前辈就是赠送助机单的那位前辈 奉智先是一呆 随即想起什么了 痴声说道 哈哈 你还不笨吗 倒也能猜得出来 行李 我还不吭 但也不吭 多谢前辈当年的正丹大恩 晚辈一直铭记在心啊 这助机老者满脸惊喜的急忙虚空拜了下去 儒生和那黑夫老者却听得有些发愣了 汉里倒也没有躲避 受了对方的一礼之后才悠然的说道 我早年大到魏城之前啊 和你的先祖也算是有过庶面之缘的 后来遇见你母亲的时候才赠送了一礼住鸡丹 也算是结下了当年的一点情分 不过看你现在还停留在住鸡中期 可见啊你的资质不算太出色 现在又年老气衰 恐怕修仙之路也就到此为止了吧 晚辈资质有限 这个让前辈见笑了 这叫奉执的老者呢 脸色微红的回答 哼我有什么见笑的 不过这话语门怎么会搬到此乡来的 这里西年是你外祖母旧日主人的故居 难道你不知道吗 而你外祖母的主人算是我昔日的一位好友啊 哈利忽然脸色一沉 口气一下子阻塞了下来 旁边儒生和黑肤老者顿时面色大变了起来呀 这个 此时晚辈知道一点的 不过我已经将新前辈当年居住的几座竹楼 全都迁移到了山后的另一处地方 一切都保留着原样 丝毫没有损坏的 这也是晚辈将此山让与门内的一个条件 奉执啊心中一跳 但是啊嘴里面连忙分辨道 哦 是这样吗 行历 目中冷光一扫 冲两名结丹修士直接问道 的确如此 此地并非我们话语门的山门所在 这个只是本门临时落脚的地方 这一次会有这么多弟子在此出现 那只是因为晚辈带队 要在元武国处理几件事情 不得不暂时停留在此一些时日的 那位新道友的一切旧居 移到他处之后 我等都没有碰过分好啊 儒生似乎看出了寒厉不满的原因 赶紧出言解释 原来如此 不过我不管你们原来如何想的 这里是我旧有故居 我不想看到有其他修士停留在这里 下边该怎么做 你们二人应该很清楚了吧 啊 寒厉冰冷的朝儒生二人说道 晚辈自然知道 马上就会放弃此地 立刻就让门下弟子搬出去 黑服老者一个机灵不加思索的说道 儒生自然丝毫反对意见都没有 反而呢是连连的赞同点头 如此甚好你们好自为之吧 你带我去新道友西年居住的逐楼去 杭厉不客气地对儒生二人说完之后 又一转头对助击其劳者说道 是 晚辈这就带前辈过去 奉执自然不敢有丝毫推脱之言 恭敬地答应道 然后马上向儒生施利里就催动法器 直接朝山峰的另一处地方飞去 而杭厉呢浑身轻光大放 一下子将身后田铃儿卷入其内 一闪化为了一片青霞跟了过去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这个人 真的是原音后期修士 我们不会弄错吧 这怎么和传闻中的三大修士的相貌 没有一个相像啊 儒生这时才心中一松 嘴唇微动地向老者传音了过去 看来即使相隔这么远了 他也不敢用普通的语言进行交流啊 应该不假的 对方身上灵压明显比我们师父都可怕数倍的样子 这个人的确不是传闻中的三大修士 难道是我们终于出现了第四名大修士 黑福老者说了一句 似乎呢也有些难以肯定 若是真的话 此人也应该是进阶成功的 否则的话 早就轰动整个天南了呀 算了 不管对方是何人 就是师父在此 也不敢得罪此人的 我看啊 我们还是赶紧的将此地让出来 省得惹怒对方 那可就糟糕了呀 老者脸色难看的说道 师兄此言有理 我马上就吩咐下去 真可惜了本门如此好的一处落脚处啊 如生叹了口气 对此地还有一些不舍的样子 我们这次已经算走运了 幸亏当初你将奉旨收到了门下 没有他在此的话 看对方破除禁制的样子 那说不定就会对我们马上动手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门下这名弟子竟和这位前辈高人撤上关系 师弟以前就没有听说过一点吗 而此地先前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 竟然能够和一位原英后期修士师就识 黑肤老者深吸了一口气之后问道 嘿呀 师兄此言可算是难倒我了 你也应该知道的 虽然我收下来奉执这名弟子较早 但也只是看对方是筑基其修士份上 他的资质可实在是一般呢 对他的事情还真是不太清楚 但是此地原先的竹楼主人 我倒是询问过一次 毕竟此地原来禁制虽然简单了一些 但是颇为巧妙实用 但是此人似乎只是一名练气其修士 我也就再没放在心中呢 如生也有些疑惑了起来 练气其修士和原英后其修士 就算许多年前的事情 这也相差得未免太远了吧 老者颇有一些无言 如生听了这话 也只能是无奈的苦笑 下面的时间 两人不敢再怠慢下去 当即带着其他修士返回到了下面的建筑当中 一声令下 顿时门下多达三四百的弟子呀 纷纷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呢 马上搬离此地了 这个时候 杭力却带着田琴儿 正走进了一座翠绿异常的竹楼当中 这些竹楼虽然整洁异常 但一看就是已经有一定年月了 旁边的凤志一边带路 口中一边有些讨好的解释着 这些竹楼被迁移到此处之后 晚辈按照家母的吩咐 每隔一定年月 就会给他们加持一些灵工 以防止他们腐烂坏掉 并且定时过来清扫一下的 哦 可以 你倒是个有心人哪 杭力嘴角一动 他走进了竹楼的大厅当中 就四下一扫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间阁楼的确就是那新如荫 西年居住的那一间 如今旧物一再却家人已逝了 杭力心中有些感慨的如此想到 目光一转 就落在了旁边的田琴儿脸上 结果呢 心中为之一动 因为这个时候的少女啊 明眸迷离 一边抚摸着厅中的竹桌竹椅 一边缓缓地四下走动着 清秀的脸庞上 显出了恍惚之色出来 竟入魔一般的无法自控了 看到此景 杭力的眼中闪过了一丝莫名的复杂之色 接着他沉默一下 就冲身旁的筑机器老者一摆手吩咐道 你先离开这里吧 我和小徒要在此地独自待上一日 明天你再到这里来一趟就可以了 杭力的话语中充满了不容置疑 老者心中一领啊 连忙恭敬地答应 一句话没敢多说 悄悄地推了出去 杭力身形一晃 人就坐在了此间大厅的一角 双目威逼地打坐养神起来 任由田琴儿此女呢 在心如荫的故居中慢慢游荡 第二天一早 奉至 忐忑不安地再次来见杭力的时候 却发现 杭力早带着少女 早就不翼而飞了 只是 竹楼桌子上留下了 两瓶不知名的丹药 这竹楼中就空无一人了 老者见此心中大喜啊 原因后期修士给他留下的丹药 那自然是非同小可了 他当即呢 将这两瓶丹药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同时心中呢 立刻就打定了主意 自己说什么也要将这片竹楼看护好 那万一这位前辈哪天心血来潮再来此地重游 说不定还有自己的机缘呢 杭力 带着田琴儿 这个时候已经飞顿到了百万里之外了 但少女眼中的迷离之色并未退进 反而呢 更恍惚了几分 完全是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 师父 你为什么带我去那个地方 那些竹楼 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原本 从山峰离开之后 就一直没有开口说一句话的少女 突然之间 有些异样的开口了 原本我也不能肯定和你是不是有关系 但现在看来应该是有关系了 他们和我 你相信轮回和前世今生吗 少女开口想再问些什么的时候 却被杭力一句话 让他心中一颤 就把话语给打断了 随即此女清秀的脸庞上 立刻 神色大变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748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48回 田琴儿 田琴儿听了韩丽的话 脸色大变 师父这话 是什么意思 你在那些 逐楼中待了一天 有什么感受吗 啊 哈利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淡淡的问道 我 我不知道 但是 给我的感觉非常的奇怪 有些 无法说得很清楚 田琴儿 喃喃自语 那是我新年一位旧有居住的地方 他同样身具龙阴之体 并且是天生的阵法师 但是 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啊 那师父 当时为什么没有出手救他呢 我当时啊 我当时连结丹都没有度过 又如何救得了他呢 况且他因为另外一件事情 早已心生死意 而我当日给你看的阵法书 就是他新年留下来的一部阵法典籍 而当年 我和这位新道友认识 是从另外一名叫齐云霄的道友说起 当年 我才刚刚住击不久 参加了一处访式的地下拍卖会 这哈利倒也不嫌麻烦啊 将当年的一些事情 从怎么巧遇齐云霄 后来再遇见西人如荫 以及二人先后陨落的原因 丝毫没有隐瞒地 许许讲了出来 当说到自己离去之后 再见到新如荫的侍女后人时 才住口不言了 少女却早就听着目瞪口呆了 半晌之后 才长出了一口气 目楼复杂之色地说道 原来如此 师父 莫非认为我是这个人的轮回转世 原本我还只有三分的怀疑 但是 见到你在竹楼中的反应之后 我起码有五成左右的把握了呀 看这也就足够了 看来这轮回之术 还多半真实存在呀 那师父 收下秦儿的用意 田秦儿文言有些不安起来 你放心 我是真心收你为徒的 当年我和新道友 也算是有些交情的 对其在阵法上的天赋 可是佩服之志 我收下你 一方面 只看你可能是 新道友转世的情分之上 另一方面呢 是想培养你的阵法之道 让你成为真正的阵法大师 我以后可能会有大用的呀 当然了 你现在若是改变了主意 不愿再败在我的门下 我也可以重新送你返回乱星海的呀 杭力盯着少女的面容 徐徐说道 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 真是师父固有的转世 但就算是真的 前世之事 我丝毫没有办法记起的 现在师父以大修士身份 肯受我一个练气旗修士为弟子 秦儿又怎会不知好歹的 放弃这个机缘呢 田秦儿连忙摇头 引现惊慌之色呀 似乎真的怕寒历不再收下 他这位徒弟了 毕竟先前和他并未正式举行拜师之礼 现在呢 还只是 记名弟子而已啊 很好 你拜在我门下别的不敢说 让你安然修炼至结丹器 却有几分把握的呀 韩力 微然一笑的说道 秦儿愿意拜在师父门下 绝无二心 少女毫不犹豫地说道 好 等回到洛云宗 我就正式将你收入门下 我以前还真的没有正式收过什么徒弟 只是收过一名记名弟子 回头啊 你在宗内自然会见到的 少女一听此话 心中一松 脸上呢 也露出了从出发以来的一丝甜笑 接下来 韩力 即浑身法力催啊 顿时 动光一下子加快了许多 转眼之间 就在天边消失得是无影无踪 几个月之后 韩力带着少女 一路无视地进入到了西国境内 再过几天 一道刺目的青红 出现在了云蒙山脉附近 距离此山脉尚有百里之远的时候 突然 一声惊天长笑 从青红中蓬勃发出 笑声直冲九霄云外 既像龙吟 又仿佛凤鸣之音 附近空中的朵朵白云 都被震得一阵乱颤 纷纷的溃散翻滚不定 偏偏 这青红顿速之快 不可思议啊 只是几个闪动之间 就飞出了数十里之遥 而笑声中蕴含的强大的灵力 自然将整个云蒙山脉的三大宗门 全都惊动了 上至猿鹰器的长老 下至炼器筑鸡器的普通弟子 遥遥听到此笑声之后 全都是心中一阵骇然啊 那些猿鹰老怪 更是没有办法坐住了 纷纷亲自离开了宗门 前去查看 这到底是哪一位高人驾到了呀 并且在云蒙山脉 如此肆无忌惮的样子 如此一来 当寒厉刚一头扎进了山脉坊十余里的时候 迎面呢 就有五道洞光鸡舍迎来 看来是三大宗门的原因修士 寒厉心中一动 因为即将再次见到南宫晚 无法把自己的心情呢 完全的平复下来 顿光一脸笑声一收 人默默的就带着甜情而现出了身形 并朝呢五道顿光 仔细的凝望起来 片刻之后啊 他脸上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容 结果五道顿光 一射到面前三四十丈远的时候 纷纷顿光一散 现出了五名修士出来 韩厉竟然认得其中的大半 韩师弟 是你 对面一名蓝袍中年人 远远的就看清楚了韩厉的面容 一停下来之后 顿时又惊又喜啊 冲韩厉大声叫道 他竟然呢 是洛云宗的吕洛 当年邀韩厉入门的那名吕长老 吕师兄 别来无恙啊 韩厉笑颜一展 冲着吕洛一抱拳啊 哎呀 哈哈 原来是寒道友回山了 我说谁能有如此惊人的神通呢 哎 韩笑 你已经进阶后期了 先说话的 却是一名身穿红袍 但唇红齿白的 蛮子模样的修士 正是古剑门的那名火龙童子 但此刻的他 脸上呢 忽然满是见鬼一般的表情啊 蓝兄 你不是也进阶到了中期境界吗 韩厉打亮了童子一眼 也是一笑啊 嗨 韩厉真是会说笑话 蓝某进阶的中期 如何能和道友成了大修士知识 相提并论呢 火龙童子 甘咽下口口水 这才结结巴巴的说道 其余几个人 这才漠然一惊 同时呢 用神脸扫过了寒历 结果自然 个个同样是目瞪口呆啊 吕落 更是声音微叹的再次说道 此 此事可是真的 师弟 你已经是 好奇的大修士了 师弟这次游历当中收获颇多 才侥幸突破到了后期啊 韩厉神色不变 从容应答呀 吕落文言自然大喜过望 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脸上全是展开的笑容啊 恭喜韩兄啊 没想到和道友 亲亲百年不见 韩导游就在修仙路上 更进一大步了 看来以后 我们云梦山一脉 也足以威震天南了 说这话的 却是韩历当年 在白巧院 见过一次的那名 姓冯的长老 此人震惊过后 马上热情万分的说道 韩历含笑点了点头 并没有再说什么 虽说这元英初期修仕和后期修仕啊 都是元英修仕 并且同辈相称 但是这之间的差距 谁心里边都是一清二楚的 其他人自然而然的在韩历面前呢 就矮了半个头下去 至于另外两个人 却是面孔有些陌生的男子 分别是古剑门和白巧院 分别新进阶的一名长老 这两个人在韩历面前 自然就更加的拘束了 打过招呼之后 就识趣的没有多说什么 蓝兄啊 冯道友 你们就先回去吧 韩某离开宗门这么多年了 恐怕现在要先回宗内小聚几日 然后再去古剑门和白巧院 去拜会几位道友 诸位意下如何呀 韩历目光一闪 如此说道 火龙童子和冯长老二人一听此言 口中连称不必 反而声称啊 回去一定和其余的长老呢 亲自去洛云宗拜见韩历 并征得韩历同意后 约定了三天后的拜见日子 然后就纷纷的告辞离去了 眨眼之间呢 原地就只剩下了屡落一个人了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吕师兄 其他两宗都有新进的原英修士出现了 本宗有没有新的原英长老啊 要劳动师兄亲自出来迎接小弟 杭丽等着四个人 一直驾驭顿光不见了踪影 才眉头一皱 从屡落问道 唉 惭愧啊 这本宗百年借助师弟威名 虽然说 收了不少资质不错的弟子 但是那修为都太低了 最近有希望突破原英七的 还真的没有几个 不过 等那些资质好的弟子成长起来 情况肯定会大为改善的 唉 这位小姑娘是 绿洛 先是面露尴尬之色 但是目光一扫过 杭丽身后的田琴儿 有些疑惑的问道 哦 这是我在游历中收的一名弟子 尚未正式举行 拜师一事呢 参见师伯 这田琴儿 倒也乖巧得很 马上上前是深师一礼 虽然 他是练气器的修为 但是呢 被韩丽亲自收入门下之后 自然和那些 以修为论辈分的普通弟子 大为不同了呀 哎呀 好好好 快起来快起来 没想到师弟终于正式收徒弟了 我这个做师伯的 也没什么好东西 就将西您的一件护身法器送给你吧 绿洛哈哈一笑 伸手呢 往那腰间处戴上一摸 顿时一件红光闪闪的金球 出现在了手中 然后直接递给了田琴儿 少女先是一待 但是随即欣喜的再次失礼 才喜滋滋的接过了这个法器 韩丽见此自然只是一笑复之眼 随即二人带着田琴儿就直奔 洛云宗所在地 飞动而去 在路上 吕洛就开始给韩丽大概讲了一些 洛云宗这百余年的情况 不过其中的重点自然是 阴法老者成师兄作画和南宫丸尚未脱困的事情 对阴法老者的作画 韩丽心中啊 早有所预料 但是听吕洛亲口讲出来 还是不仅有些伤感 毕竟当年韩丽和这位成师兄相处的也是很不错的 但是听到南宫晚上在兵闭中时 韩丽呢 心中又是一沉 脸上自然流露出几分紧张出来 不过 吕洛却笑着解释 哎 师弟啊 不必斩谢 虽然说弟妹尚未解开封印 但是已经行转过来了 也没有大碍的 只是正在壁中修炼什么功法 现在脱困而出 反而呢 会让他前功尽弃的 韩丽听到吕洛此言 这才心中一松 看来和自己预料的差不多 即使没有他亲自取来的 解除封印之法 南宫丸也没有事的 不过 既然那解咒之法已经到手了 自然也不可能浪费呀 还是替南宫晚 再施法一遍的好 以免呢 还留有什么未知的后患 韩丽心中 转眼之间 就有了决定 在闲聊中 三个人就来到了 洛云宗的 禁制大阵面前 因为在途中啊 吕洛就放出了一道传音符 所以两个人刚一飞过来 顿时整个大阵 弥漫的静置迷雾都翻滚起来 随即渐渐的溃散消失 竟是整座镇山大阵啊 都开始全部撤除了 韩丽见此一惊啊 但是还没有等他说什么 数百名驻鸡修士 在十几名结丹修士带领之下 全都从山门中飞射而出 随即呢 一对对的在空中分裂两旁 然后一口同声的大呼道 洛云宗弟子 恭迎韩长老 元英大成 重归山门 喊完这些话之后 这些修士全都面露兴奋的 对韩丽深施一礼 显然啊 韩丽已经成为了 后期大修士的事情 吕洛在刚才传音符中 一同告知了门内弟子 所以啊 这些门中弟子 才会摆出如此大牌上 前来迎接这位韩长老的 毕竟啊 门中出了一位大修士后 代表着什么 这些洛云宗弟子 可都是异常的清楚的 不但宗门 马上就会成为 天南有数的超级宗门 因此占据的修炼资源 更是远非此前可彼的 他们作为洛云宗的门下 自然个个是欣喜若狂了 杭丽呢 却冲一旁的吕洛苦笑了两声 吕师兄 我又不是外人 似乎用不上如此大的纵径吧 诶 师弟啊 你说的是哪里话来呀 师弟进阶成为大修士 那本宗弟子自然要隆重前来迎接的 再过一段时间 本宗啊 还要专门举行一个大典 庆祝此事 到那个时候 要便邀其他宗门长老前来观礼 否则 怎么能够配得上 师弟如今的身份呢 随便师兄吧 不过 师弟对这些事情 可不会过分多问的 顶多到时候出来唠一下脸儿也就是了 杭丽看他这种场面 也只能无奈的说道 按照天南的惯例啊 那若是有修士进阶成为原英后期 的确呢 要举行一场隆重异常的典礼 来告知整个天南的 好让其他宗门确认此事 从此确立大修士所在宗门的超级地位 杭丽呢 倒不便出面反对 于是 在如此多门下弟子的错拥之下 杭丽进入到了洛云宗之内 并直接进入到了洛云宗内一处大殿当中 此刻 他坐在大殿居中的位子上 吕洛虽然说和他坐在一起 坐位却稍微的偏了一些 于是 从此以韩丽为主的样子 韩丽见此并没有说什么 一个宗门中 有原英后期大修士 若还不以他为主 恐怕这个宗门 反而会出现大问题 别的不说 他门下的弟子就会人心惶惶啊 更别说其他宗门的经疑了 迟早会出乱案子的 因此 韩丽并没有推却 也默认了此事 不过 他坐在大殿居中 却一言不发呀 毕竟 他这么多年没有回宗门了 并且以前呢 也一向 不管门内事物的 自然还是一切 都交由这位 吕师兄处理的好 果然呢 吕洛修为 在原英修士中 不算出色 但是在 处理门内事物方面 却井井有条 先让门内记名 新杰丹的弟子 一一参见一下韩丽 然后 在正式宣布了 韩丽已经成为了 原英后期修士的消息 接着 就在众弟子兴奋的目光中 分派一些任务 直接开始筹办大殿的事情 杭丽呢 淡淡的坐在椅子上 目光在门下这些弟子身上 随意的扫过 有资格站在这里的 大部分都是杰丹器弟子 夹杂在其中的 庶民筑基器修士 也是专门负责俗士的 重要执事 无论他目光 扫向哪名弟子 这些弟子 全都不敢对视 垂手下去 以示对韩丽的尊敬 但是 韩丽看了几眼 却忽然发现 这些人中 没有自己的那位 记名弟子柳玉 和那宋姓女子 他心中愣了一下 有些奇怪 绿洛终于一一吩咐完毕 这些弟子呢 全都恭恭敬敬的领命 退出了大殿 开始着手准备 几个月之后的大典之事了 韩丽在这个时候 很随意的问了一句 律师兄 我似乎没有看到 宋诗旨啊 怎么 难道诗旨 另有要事 出门了吗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七百四十九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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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